在一个小镇上 住着一位慈祥的阿嬷和她可爱的小孙女 祖孙两人的生活平淡而温馨 直到有一天 一通意外的电话 揭开了一段不寻常的故事 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 阿嬷接到房屋仲介的电话 对方似乎是拨错了号码 却恰巧的提到了一间 在阿嬷家附近等待出售的大宅 出于好奇 阿嬷联络了仲介 带着孙女一起去看这间房子 这间大宅虽然年代久远 不过屋主有定期找人来清洁整理 加上屋内的采光和通风良好 看得出来屋主当年的风采 阿嬷和孙女在房子里走来走去 想象自己住在大宅里的舒适感 自从参观大宅后 小孙女的行为开始变得怪异 本来活泼乱跳的 现在整天哭闹 晚上睡不好 还经常说梦话 阿嬷仔细一听 隐约听到一句阿公 孙女才说 当天在大房子里看到了一位阿公 阿嬷知道事态严重 于是求助一位法师 法师听完叙述皱了皱眉 她说 这不是疾病或是情绪的问题 是被某一种不安的灵魂碰触到了 这种现象在灵界的领域是有可能的 法师告诉阿嬷 大宅主人搬家的时候 虽然有将祖先的牌位带走 不过并没有禀告祖先要搬家了 造成祖先依然守在自己的大宅里 阿嬷跟小孙女去看房子 祖先以为他们要来侵占房子 才会让小孙女出点状况 仪式警告 最后阿嬷联系屋主 透过仪式和祈祷 妥善处理祖先的归处后 才让小孙女恢复往日的活泼和健康 法师提醒 只要家里有公奉祖先排位 搬家前一定要告知祖先 几月几日几时要搬到新的地址 才不会害祖先没有跟上 迷了路找不到你